独家报导带您来看到台铁一列南下自强号列车 昨天晚间9点多从台中往云林抖六的途中 一次电瓶故障了车厢四次电灯全熄面 空调也停止运作就在一片漆黑之下继续前行 有旅客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吓得拍影片存证 台铁表示已经针对了故障原因展开调查 各位旅客你好 车电车已经电瓶电地发生故障 车厢内陷入一片漆黑 久怕乘客惊慌失措 列车长经济广播 台铁自强号18一次南下列车 12号晚间9点45分 经过台中时突然停电 直到晚间10点38分 抵达抖六站之前共停电四次 每次时间约2到3分钟 它灯光全部都变成黑暗的 陆陆续续停了四次 那每一次大概停2至3分钟 疑似电瓶故障酿货 车厢日光灯熄灭 空调也停止运作 但车辆还在继续行驶 车内伸手不见五指 只剩下窗外照进来的余光 不少乘客仍相当淡定 摸黑继续滑手机 乘客都在滑手机 也没有很精光很害怕的情形 那第一次有遇到说车厢里面是暗的 那外面隐隐约约有路灯是亮的 这个经验还蛮特别的 灯熄了空调停了 但车子却继续前行 让乘客紧张地拍下影片 到底为何会突然停电 台铁表示已经展开调查 若有发现问题会立刻改善 记者曾如晨云林报导